这是我见过最恼火的出行方式 因为船长加不起燃料 800多名乘客被困在船上一个多月 好不容易出发呢 船长又疯狂在客 原本无处下脚的货船 硬是挤了2000多站 而且船上没有厕所没有电 吃喝拉撒 乘客们都要自己解决 就连生孩子 船上也没人管 非洲刚果 由于国家不断内乱 公路大多被毁 出门想走公路根本心不透 坐飞机的话 一张机票钱 就是当地普通人六个月的工资 一般只有土豪才坐得起 唯独水路 经济又实惠 因此坐船 也就成为了当地人的主要出行方式 在非洲青沙撒的港口 聚集了成千上万人 他们扛着大米 棕榈游 上了一个个破旧的小船上 一艘没有船舱的货轮 就是今天的主角 这艘破旧生锈的小船 仿佛如同一座漂浮的贫民窟 船上挤满了800名乘客 这些人大多是抱着淘金梦 去挖钻石矿带 然而船没有燃料 迟迟不能出发 来得早的 已经在甲板上生活了一个多月了 这天下午 天气骤变 无情的飓风似一望违地拍打着船只 船上的人们 打起了五颜六色的帐篷 夜晚 他们伴着电闪雷鸣 和孩童都哭闹成入睡 第二天船上的乘客 越来越焦躁 他们在船上因为各种小事互相争吵 互相推丧 忍受不了船上生活的人们 找到船长希望能够早日出发 可船长还想再等待一下 一方面是想等待更多的乘客上船 另一方面是今天的油价太贵 他想等几天油价跌了 再出发 这样他就能够多赚一点钱 然而早已经失去耐心的乘客们 听到船长说 还要等几天 一下就被激怒了 纷纷下船声讨船长 船长见形势不妙 只好妥协马上开船 很快一辆拉着燃料的小货车 到达了港口 众人齐心协力的 将燃料从车上搬了下来 不一会儿 30桶200升的油 就被加入了油箱里 然而有了燃料 船也不能立即出发 因为发动机已经好几个月 都没发动过了 能否顺利启动 还是一个问题 在发动前 船长在驾驶舱里 祈祷了一番 希望船不要抛锚 最后 在机械时的一顿操作下 浓浓黑烟冒出 发动机顺利启动了 船上的人们 开心地将帐篷收了起来 然而将船开出港口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经沙沙港口缺乏管理 船只随意摆放混乱不堪 因此 这艘长达几十米的船 就要人工转动船的方向 水手们在船前利用两个大滑轮 通过收紧和放松绳子 控制船身左右一斗 这种操作对于岸上和船上的人来说 十分的危险 一旦绳子破裂 就会弹到人群飞死其上 到了狭窄的地方 水手们还要下船 将船推出去 耗费了极大的功夫之后 船只终于驶离了港口 众人在船上开心地跳起舞来 现在 这艘船车载了1700名乘客 密密麻麻的甲板上 挤满了人 连脚都省不开 甚至部分乘客的位置危险至极 离水面只有几厘米的距离 这次航线全程1700公里 就要花费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这意味着 所有的人都要在这艘没水没电的船上 生活三个星期 紧密的商人 看中了商机 他们在船只的各个角落 开启了小型商店 贩卖肥皂 蛋糕和盐等生活用品 价格也是十分的便宜 饮用水的价格 每升月人民币六毛钱 然而依旧会有人为的节约钱 选择去饮用浑浊的河水 河里有许多病卷 长期饮用 很容易患上瘧疾 更何况船上的所有人的排泄物 以及污水都排在了河里 河水脏得简直不要太糟糕 除此之外 上厕所和洗澡也成为了他们的难事 他们就要绕过上百号人 已经满地的东西 到达船尾 中途还要特别小心 不要碰到甲板上的其他人 烧菜的油锅 同时在路过狭窄的通道里 还要小心被挤进河里 一旦掉入河里 很容易撞上螺旋桨 如果撞上螺旋桨 人会被切成好几块 没有丝毫的幸存机会 相比于甲板上拥挤的环节 驾驶舱里就显得宽松了多了 作为驾驶整座船的顶航员 他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将船保持在河中心 岸边随着都是坠毁的船只 可见在这条航线行驶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船上没有任何定位的系统 全靠船长对河道的记忆 就连河道图也是五六十年前 比利时殖民时期留下来的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有些河道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稍不注意 船只就会迎面撞上礁石 或者面临沉船的风险 而且船上没有救生艺 也没有救生艇 一旦发生事故 基本就是船毁人亡 据统计 每年就有好几艘船 沉没河里 每次都会造成上百人的死亡 突然 船上传来一声巨响 船被潜伏在水底的木头 撞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船舱开始大量进水 整座小船变得失衡 众人用抽水机将船舱里的水 一点点抽出 然而 这并不能解决这个大难题 随后 经验丰富的船长 想到用水泥堵住破洞 修补好后 船只又继续航行在刚果河沙 航行两天后 船只到达了中船站 马路里 这里的人们已经等待了好几个星期 他们看见船只经过 就立马乘坐十余所独木舟赶了过来 找寻到合适的位置后 他们就赶忙带上随身物品登上船只 甚至有的人为了上船 还和周围的人发生了争吵 最后两百多名的乘客 登上了这艘船 原本就拥挤的小船 变得更加密不透风 现在这艘船 足足装满了两千多人 距离终点还有一千三百公里 没人知道多久能够到达 原本带的食物也已经消耗殆尽 这时一些小商贩 就会驾驶着独木舟 带着食物航行在这座河道上 一旦有船只经过 他们就会靠过去 贩卖青菜水果和鱼等食物 解决船上人们食物短缺的问题 每当有商贩过来 乘客们就会聚集在船边 甚至有人还会为了买到食物 发生争吵 随着船出发时间越来越久 船上的未人情况也越来越差 疾病也开始蔓延 这个两岁半的小女孩已经高上了好几天了 船上唯一的医生玛丽 经过简单诊断 小女孩被确诊为瘧疾 这位母亲根本就拿不出约9.5元人民币的医药费 善良的玛丽看着她焦急的眼神 决定先给小女孩打一针 在这艘船上 许多小孩都患上瘧疾 因为长时间的航行 让孩子的抵抗力变弱 更糟的是 父母为了省钱 让孩子饮用肮脏的河水 在船上航行的11天后 船上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激情 船长在船上带领着众人做起来祷告 但是天不随人愿 祷告了几个小时 驾驶舱里传来换样消息 发动机的引擎坏了 这就意味着航行时间又要延长了 工人们在潮湿闷舍的船舱里 快速地修理着发动机 此时在甲板上的人们 正在手忙脚乱地帮助女人接生 然而这个母亲并没有当母亲的喜悦 原来她在上船的时候 被人抢走了所有的东西 面对这种情况 乘客们纷纷伸出援手 抵来毛毯和遗物 庆祝这个新生命的到来 几个小时后 发动机也修好了 为了赶上预计的行程 船长决定冒着风险 在夜晚开船 可船上没有任何电力 仅靠一个巨大的手电筒 照亮前行的路 船长和水手的交流 基本都仅靠一个喇叭 很快他们就付出了代价 船只搁浅在了沙滩上 无法再继续航行 他们只好等到天亮再解决 此时 船长指挥水手 移动大型脚盘 经过几个小时的混战 船只终于又回到了航线上 两天过后 船只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乘客们终于露出了 久违的小兽 他们庆幸能够抵达目的地 而船长则庆幸自己的宝贝船 没出什么问题 休息休息 船长又会开着这艘破船返航 或许船不沉就不会报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视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